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太聪明了,大热天坚持扎堆 成为一道轻松美丽的风景线 随着7月的到来,各地气温骤然飙升 仿佛一夜之间进入了真正的夏天 炎热的高温每年都会给小仙女们带来防晒问题 想穿上漂亮的小裙子 又担心防晒霜是否有足够的防晒效果 可同样的长袖长裤,实在是让人觉得无趣 于是,如何在夏天平衡美容和防晒 自然成了女孩们最烦恼的问题 这个时候,不妨去看看女明星们 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聪明的杨子选择了蝶罗汉的方式来应对 既美丽又防晒,轻松成为机场一道靓丽的风景 短袖和长裙是夏天最常见的服装 冰绣与整套衣服很好的融合 整套衣服以身色为主 她选择了带有图案的白色冰绣 整套衣服顿时变得活泼起来,不再沉闷 日常生活中穿戴冰绣时 大家可以像阳子一样换位思考 不仅可以作为防晒工具,还可以作为和帽子 项链一样重要的搭配物品 你可以尝试买一些有图案,有装饰的冰绣 把它们融入自己的服装中 只要你掌握了阳子的叠加法则 你就可以像阳子一样掌握夏季穿衣的核心式防晒和美容 同样是黑色的服装 下面阳子采取的风格是清凉的女性化风格 长裤给人以干练,时髦的感觉,冰绣成为点睛之笔 透视的设计让整件衣服一下子增加了很多女人味 衣服的层次感一下子就上来了,性感却不失妩媚 这就提示普通女孩,如果整套衣服风格统一 但总觉得有点死板,可以像阳子一样用冰绣作为突破口 小小的搭配元素,既不会破坏现有的整体氛围 又能给自己的装扮带来新的元素 阳子对层层递进可以说是领悟得很透彻 除此之外,她对帽子和包包的选择也是一样谨慎 包的颜色主要是随着冰绣的颜色而变化 因为冰绣是个小亮点,容易显得突兀 所以用包的颜色与之呼应,可以很好地衬托出对方 点 帽子的选择看似随意 其实阳子对穿着的理解就在其中 当整体风格比较成熟时,她往往会选择皮帽 进一步提升成熟女性的魅力 相反,当造型风格比较活泼清纯时 阳子就会换成棒球帽来增强少女感 不得不说,阳子太聪明了 在炎热的天气里,她坚持叠穿,容易成为一道风景 蝶穿之所以能在时尚圈经久不衰,是因为她能通过蝶加搭配给人们带来丰富的穿着层次 在炎热的夏天,阳子创新了冰绣和衣服蝶穿的方法,也正是这个原理生动地融入了日常生活 简单易模仿,适合每个小仙女在夏天尝试,一定会解决困扰已久的如何平衡防晒和美容的问题 02.肖战的后会无期,看不下去了 再次登上卫视五间档,肖战亲自发视频回应 近日,就在大家关注肖战即将播出的电视剧《鱼醉》时 肖战的鱼醉又出了新剧,再次出现在深圳卫视的下午场 观众们都看得津津有味 深圳卫视 来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主演之一的肖战还亲自发来视频回应 锁定在深圳卫视,请大家为我的后半生多提意见 据深圳卫视官方透露,肖战和杨子主演的《后会无期》再次登陆深圳卫视 这次是在下午档,熟悉的人会发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登陆深圳卫视了 可见官方对这部作品的认可和对演员肖战的欣赏 另外,在《后会无期》定当深圳卫视时 肖战本人也发来视频回应,呼吁大家锁定深圳卫视 让喜欢他的人继续关注这部经典作品 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大家都很激动 开播这么久了,也包了很久了 奈何还是看不够,越看越上瘾,太吸引人了 这一直是肖战作品的魅力所在 相信大家都发现了一个现象 肖战的作品总是有这种影响力或魅力 早期的陈情表道,斗罗大陆狼殿下王牌部队等等 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都成功走出国门 这不是一般演员能做到的事实 总之,祝贺肖战和杨子两位实力派演员 不看二成不要紧,创作出了经典作品 大家记住了,一个都不少 希望青年演员肖战继续努力 特别希望看到肖战的玉古瑶能早点开机 不想看到网上乱七八糟的爆料 肖战的作品值得期待 我的后半生也是如此 03 粉丝再次见证历史 肖战低调达成全新成就 被认可的感觉真好 近日,肖战的粉丝再次见证了历史 肖战在低调中达成了一个全新的成就 平台粉丝突破了3100万 这件事上了热搜榜 相信很多粉丝都看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 粉丝数量在一定程度上 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肖战一步步取得突破 证明了这都是活生生的粉丝 肖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这种感觉很好 据悉 肖战在社交平台上的粉丝 已经突破了3100万 粉丝们再一次见证了历史 要知道很多粉丝都是和肖战风雨同舟的 3000万和3100万之间的短暂间隔 证明了肖战的个人影响力 其实这个全新的成就 可以很直观地证明肖战的影响力 当然在粉丝总量上 肖战与杨幂 杨颖 陆寒等一些实力派演员相比 还是略有差距 但肖战的粉丝契合度非常高 只要肖战有动态 大家都会出来支持肖战 这也是肖战的数据非常好 受到品牌青睐的原因 从粉丝的反应来看 他们都很开心 被认可的滋味真的很爽 广大朋友都很欢迎关注肖战 喜欢不喜欢看个人的自由和感受 重要的是不要莫名其妙地诋毁肖战 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 每个人都不希望遇到这种人 肖战是一个优秀的青年演员 一直在努力为观众塑造好的角色 带来经典的作品 这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粉丝喜欢肖战 总而言之恭喜肖战 肖战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 也是一个优质的正能量偶像 喜欢肖战是很有道理的 大家可以跟随肖战的步伐 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 成为更好的自己 肖战很好 值得喜欢 继续努力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